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道理 大白就带我装逼带我飞 欲见飞机什么的都去见鬼吧 屁屁狗 狗 什么屁屁狗 是大白 这个气息是哪个玉灵器的天才吗 安灵 那个玉灵器的狗又是怎么回事 你安灵的实力是不可能驾驭灵兽的 骗人的吧 战力值和功勋值竟然倍数增长 算了 只要你不给我出难题 随便你怎么样 要是再偷袭几个学妹 说不定我秦峰也有机会进欠一百呢 有玉灵器的机械 大一一班 安灵 请自教 带我走转 慢山拳 你们怎么能同事出手 怎么这么弱 到肢体时段怎么也得挨个两三拳 这怎么一拳又不行了 无耻 活动规则是单人对战 你们这是违规行为 我是单人对战啊 他是我的召唤兽 并不属于人 你家召唤兽精协比你高一级 这是作弊 作弊啊 老师 你不夸夸吗 这 还有没有天理啦 还有没有王法啦 安灵 竟给我惹事 这种情况规则要怎么判定 数据要怎么记录啊 不管了 功勋之这两个畜生 一支分一半吧 至于和理性 就让玉华校长去烦恼吧 最后一天摔下来的实力 果然都很强 要不是人狗混合双打 估计早就被传送回家了 谢统 要晋升到道质体时段 需要什么条件 道质体时段达成条件 需学会三种不同的系统功法 虽然已经习得了地连神功 但是这风系和雷系功法 我这一条命也不够用啊 剩下的受万人崇拜 倒是改成受万人鄙视 但是我还有点信心 有战斗 我们去看看 徐晓兰 安琳 你快看那边 好像 竟然想补刀 走 让他看看 我们人狗双打的厉害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眼睛没看错吧 那个人是谁 比起人 我还是更在意 那种狗是怎么回事 他在说什么呢 水晶屏幕只有录影功能 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我只是叫安琳觉得不当 我照射惹人啊 我之所以这么打你 是因为你抢了我的生意 我安琳才是补刀专业户 这刀只有我才能剥 我补刀的还这么嚣张 那个人好像是新生安琳 什么 见鬼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强 安琳同学真是高深莫测 隔着护体金光也能伤到人 好厉害 徐晓兰 徐晓兰 你没事吧 安琳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到这里有打斗声 就跟过来了 安琳 你身后的狗是怎么回事 你说他呀 他就是大白 他就是你说的那条 偷窥女生洗澡的色狗 安琳 你平时就是这样 向别人介绍我的 真没想到大白这么可爱为我 什么呀 原来他们认识 没意思 我们看渠道地方的战斗吧 等到 你们快看安琳的画面 太可怕了 徐晓兰被一条狗打败了 这狗嘴里还能吐出金光 这应该是 战败平定服的金光 这借败平定服的金光 你说人犯下我不再认识 这的人穿了 我回来 你不再认识 再接受 这人说都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